第1186集 画面回转 穿越传送门后 夜晨感到一阵轻微的眩晕 下一刻便身处一片天空血红之地 夜晨回身一看 原本应该存在的空间出入口 不知什么原因 竟丝毫感觉不到了 这么一来 只能寻找一处两界香蕉的薄弱之处 以绝强力量将其破开 才能返回外面 以无性儿的实力 应该无法做到这一点 才会一直被困在这秘境之中的 而且他刚刚进入这秘境 便感觉到这里的天地灵气 不适合一般舞者吸收 在这里面待久了 灵力便会渐渐耗尽 而且方圆千里内 还有数道强大气息 显然 这秘境之中存在着不少强大异兽 无性儿在这里面待得越久 便越危险 必须尽快找到他 夜晨激发了玉符 玉符上光芒一闪 指出了一个模糊的方位 夜晨眉头一皱 玉符无法锁定精确的位置 看来无性儿距离自己 还有一定的距离 当即 夜晨深吸一口气 体内灵力疯狂运转 一道虚影在夜晨的背后浮现 那兽形看上去似乎是一头巨大的白虎 但是白虎的镜子上 却长着一层黄金色的棕毛 而且毛发底下 隐线片片翡翠般的鳞片 这白虎竟具有了部分麒麟的特征 这便是夜晨吸收了两种灵血之后 强化了的真灵现象 夜晨身上紫纹浮现 身躯一动 施展百步逐电身法 速度提升到极致 瞬间化作一道流光 向着玉符指定的方向飞驰而去 他在心中默念道 杏尔 你千万要平安无事 不然我无法和你父亲交代 同时 他的眼眸中寒光大闪 刚才他没有彻底杀死赵雷 但是他绝不会因此放过此人 让吴杏尔遭遇如此危险 夜晨怎么可能就这样善罢甘休 等他救出吴杏尔之后 必杀之 赤红的天幕下 一道惊天刀光暴闪 随之响起的是一声飞人的凄厉哀号 鲜血如洪水般狂涌 一头体型无比硕大的巨兽轰然倒地 尘埃之上 漂浮着一道挺拔的身影 正是夜晨 夜晨冷冷地扫了一眼身前的巨兽尸体 眉头一皱 这秘境之中的巨兽似乎有些反常 竟然屡次发疯般地向自己攻击 一开始夜晨还凭着极高的速度将其甩开 置之不理 在又一次遭到了巨兽袭击之后 不厌其反的夜晨终于出手将之斩杀 但是即便如此 依然没有震慑周围的兽群 夜晨的神念敏锐地 察觉到不少巨兽还在向他靠近 这些妖兽对夜晨来说不算什么 可是想到无幸而身处于这样疯狂的兽群之中 夜晨不免担心起来 难道是因为秘境的异变造成的影响 夜晨喃喃自语 突然手一挥 一道透明薄纱笼罩住他的身形 一身气息渐渐变得飘渺起来 正是夜晨沙 当初子宁将此物交给自己 用处极大 后来夜晨没有太多需要 便没有动用 那兽群失去了对夜晨气息的感应 不由停下了脚步 夜晨身形一动 再次向前方击射而去 同一时间 秘境之中的某个洞穴之中 一名魁梧男子端坐在高台上的一把石椅之上 而另外两名男子则站在他的左右 在他身前不远处还有一个囚牢一般的存在 囚牢之中 关押着一名虚弱的女子 看模样正是无幸而 石椅上的魁梧男子正大口饮着杯中的星红液体 液体中散发着浓浓的血腥味 竟仿佛是某种生物的鲜血 一口将液体引进后 他抬起头 一双猙獰大眼看向无幸而 冷笑道 你还是不愿意臣服我 做我的女人 那魁梧男子气息极其古怪 囚牢中的无幸而 紧抿着嘴 面色苍白 却一言不发 但看他的神色仿佛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 魁梧男子身旁的鬼人道 少主 干脆直接 魁梧男子摇摇头道 他的灵体对我修行鬼物有用 除非他自愿现身 否则 我很难吸收他体内的云灵之气 男子的眼眸中突然寒芒闪烁 冷冷道 不过若是他死活不从的话 也只有用其他手段了 那样虽然效果差很多 但总比没有好 他又转向另一名血族道 兽群的事准备得怎么样了 那名男子恭敬的道 现在兽群还在抵抗我们的控制 陷入了狂暴状态 但是相信用不了多久 这些低能妖兽 便会彻底屈服在我族的射魂术之下 他们的血肉惊魂都会为少主所用 那名血族少主点点头 嗯 我等被封印在此这么多年 实力下降得太厉害了 若不是这次不知是谁 破坏了这秘境的稳定 我们可能真没有机会 脱困而出的 之前说话的那名血族 有些担忧的道 少主 这名女子好像是某个宗派的弟子 他现在被困于此 会不会有人来寻找他 以我们现在的实力恐怕 那魁梧男子冷笑道 这秘境只有三十岁以下之人可以进入 若是要强行进入 除非星翘境的修为才有可能做到 还有空间崩溃的危险 区区孱弱的人族 三十岁之下能有什么能耐 进来一个 我便诛杀一个 反而能用他们的血肉来恢复我的力量 那些舞者的血肉 可比那些妖兽更适合我们血族吸收 那魁梧男子再次把目光转向吴杏尔 走到他的身前 突然手一挥 那囚牢消失 无形的力量也不再折磨吴杏尔 他身体一松 竟无力的瘫软在地上 那血族将吴杏尔纤细的手臂提起 凝视着他苍白的美丽脸庞道 我的耐心快到极限了 女人 你是选择自愿做我的女人 还是要被我将神魂血肉 一同炼化入体魂飞魄散呢 他打量着吴杏尔交好的身体 突然邪笑道 不过 在你魂飞魄散之前 这副躯体倒是值得好好玩弄一番 吴杏尔交驱颤抖了一下 此时他体内的灵力 包括神魂都已经接近枯竭的状态 别说是反击 连自爆都无法做到 吴杏尔的美眸中留下两行青泪 脱水的嘴唇清齐 你难着什么 你说什么 魁梧血族眉头一皱 将耳朵贴近吴杏尔的唇边 宁神倾听吴杏尔的呢喃 夜沉 魁梧血族不解地重复了一声 不知道吴杏尔念出的这两个字 有什么含义 我在 就在这时 一道淡淡的声音凭空响起 随之而来的还有一道绝强剑光 那血族面色大变浑身挥雾一起 包裹着他急速后撤 挥雾被剑光展散大半 却依然护住了血族少主的身体 他的身形在另外两名血族身边显现 凝视着这意外的来客 面色凝重 来者正是夜沉 夜沉单手持剑 直指那三名血族 另一只手揽住了吴杏尔的柳妖 怜惜地看着怀中的女子 眼神似乎没有丝毫波动 但是 如果是熟悉他的人便会明了 在夜沉的眼中 疯狂的怒意与冰冷的杀意 正在飞速凝聚 吴杏尔的睫毛颤动了一下 缓缓地睁开眼睛 看着面前的青年 不可思议地呢喃道 夜大哥 我 我不是在做梦吧 夜沉搂着吴杏尔紧了紧 放在他腰间的手 温柔地微笑道 不是 我来带你出去了 杏尔 我答应过你父亲 任何人也别想动你 吴杏尔的意识 此时仿佛清晰了一分 她的身躯无力地挣扎着 虚弱地说道 夜沉 你快走 这三个血族是一直被遗存在 这秘境中的墙着 即使现在势力打电 也极为危险 不要管我 你快走吧 夜沉目光柔和地看着她 对她轻轻地吐出一口气 吴杏尔身形一致 便沉沉睡去了 夜沉转过身 面容瞬间冰冷下来 凝视着那三名血族回答道 我不喜欢留下威胁离开 那血族少主此时忍不住笑出声道 小子 我承认你那一剑很强 不过 凭你半步合道的修为 真以为能战胜我等三人 我现在给你个机会 留下的女人离开此处 我可以饶你一命 其他两名血族不解地看向血族少主道 少主 为什么要放她离开 血族少主没有回答 只是紧盯着夜沉的眼睛 饶我一命 夜沉冷笑一声 我想走 你们拦得住吗 话音一落 她的身形猛地急速向洞外飞射而去 那两名血族侍从剑子 都是面色微变 夜沉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即便是他们也很难追得上她 不过 血族少主见状 却是微微松了一口气 夜沉那一剑很强 虽然她不认为 他们三人联手会输给夜沉 但是 恐怕要付出一些代价 以她现在的情况 应该尽量地保存所剩不多的力量 等到她将这秘境中的妖兽练化 到时候 夜沉这样的蝼蚁 还不是任她揉捏 可是没过多久 一道人影突然再次出现在洞口 更以极快的速度向洞内袭来 剑意同天 巨力澎湃 冷风直指其中一名侍从 那侍从面色狂变 大叫一声 浑身血脉鼓动 奋起全力 手中血色光芒缭绕 身后浮现血影 影响着绝强一见 牙内心血色光芒 发音计准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